后面35斤 38斤 又不是很离谱 份量也不少 当然有些大小的 老板娘是货尾 对 货尾 就进来喝下午茶 很多人 老婆排队拿杯咖啡喝 终于我来到这个区域 很少人 每一个池都没什么 其实我们应该坐出阳台吃 不过怕冷 有灯 但始终也不会够房间光 各位观众 大家好 终于来到第二天 我们又终于来到台山 这个地方的读音究竟是怎样 其实我是不太知道 官方好像是导航远经石壳 但我自己经常读石壳 究竟是怎样 我读回我经常读的读音 石壳就是这里 我们今天就来这里吃海鲜 买海鲜 因为几件事情 因为差不多到龙女新年 而且现在天气凍 海鲜价格比以往贵 我就停了车充电 因为我已经第二次来 我知道这里充电很方便 而且不贵 和我们一起充电 还有另外一个美女 来自南海佛山 她都说贵 是的 现在海鲜价格比较贵 但怎样都好 最重要是吃个开心 我们去买了海鲜 可能会否又来回这家呢 长兴 还有台山黄鲜饭 特色黄鲜饭 又开始这个购物模式 它这个海鲜市场 除了海鲜外 其实还有龙牧市场 就是这里 但因为不是最后一天回去 可能未必会卖 而且车都等不下 这里进去 好 这里进去看看 现在是中午的12点 不过今天是一个星期日 很多人可能都睡到很晚了 才出门 尤其今天天气这么冷 市场是大的 但是是室内的 我们看不到这个明白实的 我们这些又不懂得说 又不懂听 实被人欺负到鬼 所以应该都没什么 可能回去开屏 最后一集我们才会买菜 又有烧鵝 手丝鸡 那边是姜葱蒜 这边又有陈皮卖 一袋袋挂在这里 陈皮最怕是潮湿 还有有鱼肝 鱼肝店最多购物购物 咸鱼各种 咸蝦我们上次都买过 好像都重要是这一档 咸蝦醬 粗粒粒 又粒都有 一些海味干货 因为这个海鲜市场 越来越多游客 所以慢慢都变得 很多游客的东西买 例如干货 干饶柱 各种 蝦醬上次都没吃完 还有油浸梅 香马胶鱼 不过现在不敢吃那么多咸鱼 而且这些一条条 钓着 刚晒干的鱼 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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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品种 又有果种 很多豪士 淡菜仔 虾肝 虾肝 虾皮 八三元 八七元 八七元 两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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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金蝗 五色的蝗 厉害 后面还有青金仔 各种 海芯 花枪 奶尿 虾肝 我估计 很多海货 还有包装 最震撼的是这罐 腐乳 基本上看过 我们进入买海鲜的模式 上次我们都来过 买蟹的 老板都挺老实的 但哪一档 我们当然不记得 是旁边这些 先说一下海鲜市场 它都是跟以往那些 买了 然后加工 加工 前面有餐厅 你买鱼 它是按重量加工的 这里就叫鱼鱼海鲜店 通常我们一买海鲜都是这样 先看看价钱 蚝也可以试一下 后面35 -38 那又不是太很离谱 蚝6元一只 价格多少钱 38 38元一斤 四个 蚝要不要 女儿想吃辣椒虾 想吃辣椒虾 想吃辣椒虾 还有核酪 15斤 15斤 这些是 虎虎地那种 虎虎地那种 好 帮我称点 称点 称点 15斤 多少斤 这个有多少斤 斤斤 斤斤 看看多重 因为太多我们吃不到 我们已经吃多几款海鲜 这个原因 对 最便宜的是35 大号 看看 有些是开好的 我们买了两袋 68元 那一袋是27元 那个蟹 4只用了 40元 平均10元 如果主推想吃蚝 老板在开这些 我们看到是6元 应该都是清蒸的 如果是 未必说买了 那些 开了那些 我都不记得上次是边档的 老板 前边 好似是 挺老实的 这些老板 还有先后那个美女说 贵 我又觉得 可能跟他们南海比贵 都合理 南海便宜 鱼都可以 吃点鱼 我记得上次在前边 这个国际海鲜 好像是 的地方 来买蟹 好像是这一档 还是不知前边 蟹就贵 160元一斤 都没有人站在那裡 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是否在买生蠔 还是买鱼呢 真是不知道 是的 漂亮的那些 128元 不要吃那些 那么便宜 那里买什么 买蝦 买蝦 那一袋78元 那我们在这里选 个 奶尿蝦 性子 几钱 是35元一斤 我可以 花尾 现在又不是 好 就这一袋 这一袋 好吗 好 就这一袋 35元一斤 是的 有高 32元 那一袋 奶尿蝦 大家记住 我们看过 老婆说 这些好 好像价钱又不是很实外 不如也算 因为在广州 其实都吃得到 那我们看下 还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 不是经常吃到的 湯 上次我们吃过 你有没有吃过 它没有来 海草湯 想不想要 试试 要一盘 一盘 是 这一盘 这个 多少钱 10元一斤 那些 海笋 还有这个 可爱 海笋 给了10元 今次就试试这个 有一口湯 其实上次也试过 是挺好的 第五蚂 这个我都认得 这些小条些 但是先不吃了 这些小条 我都拿了 这么快 我们要买齐了 先说一下 花了多少钱 首先 我认为 那些赖尿虾是最划的 32元 那些不足一斤 只差少点 因为它说35元一斤 然后 接着最后一盒海草是10元 接着螺是19元 蟹是10元一只 40元 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花了大概就是这样的钱 大家自己计算一下 这里加工费是这样计算的 白灼是5元 炒是15元 蟹就会炒的 赖尿虾就应该是白灼 我们再会叫多一个 煲仔饭 不过在这里没有写 基本上就是这样 螺都是白灼的 另外刚才坐下的时候 我就向老板娘请教了 究竟怎样计算 原来是这样的 老板娘说不适合 这里就是地名 刀 伏 仲伏的伏 就是这么简单 是的 老板娘说的 当地人就对了 这就是海草汤 老婆说当初的 有些背在下面 喝口热汤 上次他没有吃过什么海草汤 他也没有辣 上次他吃过也有吃过 有海草汤吗 鸡舌 见到没有 见到没有见过 海草其实挺好的 他身体好 很好 这些背又挺肥的 这些沙伯 刚刚熟 刚刚好 那些背肥胖 那些鲜味就是来自他身上的 我说买多一斤杯调进去 没所谓 少许点 试试这些味道 碰了这个就可以当菜吃了 这个就是这样 它是夹了杯子吃 应该有加少许胡椒粉 试试腥味 噢 这些是来的 嗯 奶尿虾 还有辣螺 然后还有这个螺 十几元这个 这个是四只 十元一只 加些鲜辣 这个很特别 三十二元 这三盆东西加在一起 买海鲜刚刚好 一百元 试一下这个 奶尿虾 几肥 汤喝完了 试一下这个奶尿虾 这种奶尿虾 再厉害一点 去到 去到 拜祭的时候是断肢买的 它的味道是黄色的 哇 但是很热 等我先撕掉 哇 市场没有这种 老婆在说海草 我说奶尿虾 奶尿虾就是这样 就被我撕开了 都多肉的 够粗的 不是那些小小的 但我还没见到有膏 都算有膏 但它不是黄色那种 但大家要考虑这些东西 只是用了三十元 这些东西有这么多粒 粉量都不少 当然它有些大 那些小的 老板娘 是货味来的 是的 是货味来的 即使货味都很鲜 不会有梅的感觉 还有 还有 骨壳超级硬 我弄了很久 都没摸到 因为又怕被它 捉住手 让我先吃了这个 很满意的 有大有小 因为货味 小的 我尽量吃了这些 大的 还有只拿走到这里 应该是这边的 这个是卖剩的 是 它尾尾是黄色的 真的很鲜甜 汁都不用碰那种 还有老婆还在说 这些不用下味道 当然是 奶尿虾的白灼好吃 椒盐 浪费了食物 好 既然不推荐这样做 虽然不推荐这样做 但是也要尝尝 尝尝 一点辣椒 少许辣椒 酱油 嗯 都是淡淡肉 还有 豉油味不太浓 有少少辣 不过不用豉油 是会好很多的 辣椒虾没那么便宜 辣椒虾就试过了 吃完虾就试试一下 虽然不是最漂亮的时候 和不是最漂亮的蟹 但是都是有少少高的 这些是本地蟹 本地蟹 嗯 你如果是买了一只 那些是食用植的 嗯 还有些脚 在脚肥肥肥 试试 要不要开了个扮价 不守着 等一等 麻烦 等一等 挺好味 炒得 挺好味 很有锅气 还有真的有少少高的 它里面的肉都够多 够实正的 就不是拆开来 要看水的 比如说夹够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看得不清楚 里面 隐约看到肉都是挺实的 这就是蟹条的部份 是这样的 肉都很鲜甜 挺新鲜 这种应该是肉蟹 不是 是叫本地蟹 这些是渔民自己 渔民自己 不知道在哪里打完 赤甲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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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趣 我们来试试这个 这个 我老婆把它称之为辣螺 是这样叫的 它是会有少少苦味 少少辣味 我们上次在珠海里吃过 它的肉是很紧实的 总之用了19元 这个最好点点豉油 很爽 肉很爽 我们都是用白灼 哇 又不算很辣 肉味 可能我点了一些豉油 我看在珠海吃的那种 珠海吃的那种 没错 但珠海吃的那种 很鲜 不记得 海鲜价这种东西 你不像是贵的 我这种不贵的 就是 我不贵的 嗯 不像花 花螺 继续吃一下 嗯 很甜的吧 在黄沙 其实找不到这种 海鲜 是 打了之后 交货给 是 愚民打了 交货给 这些 花螺 嗯 黄沙大多数 都是比较贵的 他想你花多点钱 就是这样 接下来试一下煮仔饭 好热 好热 嗯 超级热 超级热 哇 哇 很划算 75元 哇 很吸引 哇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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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今晚不出去吃饭 只是浸温泉 浸温泉再吃 到时才算 很棒 很棒 先拌一下 先拌一下 那些黄沙已经拌了尸 拌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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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少饭脂 看到 我们来到台山都要吃煲仔饭 明天再去 明天再去 再开瓶 再吃一次煲仔饭 哈哈 每次07年前 吃 玩 很吸引 不要锐烂黄线 台山的做法 是拌骨的 有少量饭脂 在下面 多数是拌肉 是的 台山的米又漂亮 我们一路上开车 看到很多 还水渡的地方 拌骨很好吃 还有少少葱 加少少 拌骨好吃很多 台山的黄蒜饭 绝对不会令你失望 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风味 他们的黄蒜是炒过才拌在表面 有少少 有少少肉松的感觉 但又吃到肉的质感 那些黄蒜是在田基那里捉的 现在的样子 当然是 以前是捉的 在道田旁边 所以就想到这一味美食了 这个是 75元 是的 少量油很正常 少量 饭超 挺漂亮 今餐的网红 200元左右 挺划算 这道路线超好 是的 这道路线超好 我们又去看陈肥 是 其实烧鵝那里 有开车就是烧鵝 像我们这样 如果没有开车 直接去陈肥村那里吃 就会好些 是 直接去陈肥村那里有烧鵝吃 我有开车 当然想去多些不同的地方看一下 这样的 在吃烧鵝那里开车过去陈肥村 也要半个小时 如果直接在 广州过去陈肥村 就两个小时也不用 无论你是 叫车 自己开车 还是跟团也好 这样的 回来吃黄饲饭 那就漂亮 是吧 嗯 开瓶也是 我们原先打算去自助餐 满座 是啊 接着去到那个全圆餐厅有多好 开瓶呢 就城市感觉多些 开瓶市中心 有更多城市的感觉 台山呢 就 我们没有再进去台山市中心 台城 很多高楼大厦 回来这段时间也不贵 先头我们遇到那个 那位女士 来自佛山的女士 她可能吃的好东西多 煲仔饭75元 老板要靠这些赚钱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加工费15元 这个5元 这个都是5元 还要给芥末尼 这个呢 因为它要煮汤的 就收15元 基本上就是这样 整台东西 给老板餐厅 100元左右 是 花蟹 是 花蟹140元 101元 那些很贵 还有呢 这里有一些充电 是供电局做的 便宜的都 就是这个了 17元用了我 可以 供电局的 哇 煲仔饭 已经吃到第二碗了 慢慢吃 吃完之后 我们在附近走 驾车过去浸温泉 那个 鱼瓦温泉 我们已经设好房间了 去到房间 才再和大家慢慢说 以前饱饱了 没有那么快 驾车 一吃饱就驾车走 不行的 就过去 买些椰子 有些菠萝 刚刚送货 很厉害 这边也是菠萝 不过是大树菠萝 又有菠萝 是的 15元两个椰子 是否想买这些 好 买两个椰子 是的 另外还有这些干货 连米都可以买的 蕃薯 蝦 蝦 蝦 腐乳 一应俱全 我们上次就在对面那里 对面马路那里 吃午餐 海鲜加工 今次就走前一点 在正国牌坊那里 力记 中间那里 力记餐厅 正正中间那里 厉害了 老板娘 一定要有那个东西固定住 很多游客 吃饱饱之后 就过来买水果 在路上吃 我想很多人都是 去浸温泉 或者浸完温泉的路上 清甜 7元半 是的 很难倒也要10元 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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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几个花企 做椰子鸡也好 在市场也要10元一个 不过问题是你不懂汤 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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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棵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椰菜花 它外边有这么大棵叶 中间是可以吃的 还有米 这里就卖蔬菜 除了吃海鲜以外 喝别人椰汁 还可以在附近买一些 当地的特产 米 回来都可以 挺好的 挺好的 明天坐得够舒服 好像这些 又不会有很多人 很多人 挺好 挺好 不错 买一瓶椰汁 还可以一路吃海鲜 一路喝椰汁 走到这里 这里进去 就是先头我们 买海鲜的位置 这里就是市场边 有个饭店 又有海鲜加工 你说不喜欢吃海鲜 要吃煲仔饭 外边又有 相信外边这里 价钱会更为适宜 不过我们作为游客 来到这里 为个开心 欠不到很多钱 就无所谓 甚至乎继续往前行 还可以找到 有个地方 有很多卖鵝 抹鸥 它是现场包裹 帮你汤的 所以如果这些 在餐厅里吃 你还可以吃到 很正宗的五味鵝 我们又走出来 进入人家的镇 其实我们现在 纯粹是吃饱饭 周围挖一下 免得一上车 就这么饱 有些干货 我还看到前面 有写字画 是现场写的 像是现场写的 还有这里有卖蟹 有卖橙 可惜车摆不下 因为买些金 吃好了 这里不是现场写 它是卖的 过年就要卖辉春 如果来到早上 可能这里会很热闹 各位观众 如果回到这边玩 你有时间 你可以在附近 一早过来 附近 趁一下这些区 这些有水果卖 翻石楼 卖借 前面有民宿 有得喝茶 有大酒店 挺好的 无多快春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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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看 我们就扮理了入住 分配了在 又是六楼 Hello 各位观众 我们又上到酒店了 Room Tour 会有两张床 这个有少许遗憾 床是比较小的 今晚他们两母女抱着睡才行 再来 这里有个办公桌 电插柱各种都齐 今晚我都会在这里剪 然后还有个电视机 电视机上是经人用LG的 这也挺好 来这里就是个阳台 挺好 同时这里的充电档是超级多的 我很喜欢这一点 这里是其中一个 去到后面街还有很多个 这个阳台可以在这里睡多很多人都可以 再来对面那些是别墅 超贵 好 又来到 讲洗费的时候 都不便宜 先说清楚 首先我们订计这个 两人房 是用了 439元 不是说错 是599元 更正 如果两个人的话 599元 包括什么呢 豪华 雙床房一晚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酒店房间 第二 商人无限次露天温泉 是无限次记住 它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12点 再加商人自助早餐 入住当天下午茶 很丰富 即使说除了一个正餐 没有之外 你可以在这里吃饱所有的东西 不需要出去的 但是因为一个女儿已经不小 它不是孩子那种 一米二的那种 抱着那种 它是要按成人 加钱的 如果是那些孩子 是可以不用加钱 但是如果它是要的 要保二百多元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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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四元 跟我们享受到的所有的一样 就是房间会 会用完先这种 现在我们又将床拼在一起 今晚便睡了 三个人一张床 下一步再摔掉一张皮 中间睡就会感觉不发现 我负责睡中间好吗 下午饭 女儿睡中间再听我的鼻寒声 太刺激了 先有一个茶壶 这些就不讲了 有一个冲茶 我很喜欢这些酒店裡 有一冲茶 因为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正常的 愈来愈喜欢饮茶 再来还有一个冰壶 还有两瓶细水 这个只有两瓶细水 茶包、开一应俱全 衣柜这些就不讲了 还有两件浴袍 这些浸温泉时是可以用得着的 至于这个 这个也未看有些什么 我看洗手间老实说它不算很大 但是看上去好像挺政治的 牙膏牙刷我们是可以要求多一套 因为我们是三个人 你只有一套牙膏牙刷是不够用的 还有洗凉房 这些就不用怕洗凉的时候 那些水是要拿着花沙 本来就是这样 在我们先头 然后从食海鲜铤运过来 是再去国道的 慢慢驾 大概40分钟就已经能够到 现在我们刚刚喝完椰子水 现在又再去吃午茶 没停过 其实是这样的 今晚我们应该不吃饭 如果真的肚饿 我可能会换好衣服 在温泉里面吃些什么鸡蛋 你看看吃些蛋糕 是 吃些蛋糕 因为浸完温泉会饿饿 或者再不是 今晚买杯面上来吃 到时才算 就进来喝下午茶 也多人 老婆排队用杯咖啡喝 因为第一轮的点心 已经吃了七七八八 现在准备出第二轮 至于她在吃西瓜 刚才我们吃了这么多海鲜 至于我有这杯咖啡 都是小朋友、家庭、家庭、客居多 这里会有很多自在餐点心 不过还未送出来 前面也有一些白粥 或者很多都未出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轮的下午茶餐 3点3开始 有准备 老婆还在准备她的咖啡 试试这个 这个烧米 磨米烧米 其实挺好吃的 这个好吃 是的 挺好吃的 试试这个 可能会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一盒 这盒 这边有马蹄 小量鱼肉的 不是以猪肉居多的 最后试试这个小笼包 刚刚蒸好的 走到去就看到她们有拿一些食物出来 哇 它是用DIY咖啡 不怕 这个是纸巾 烧米 挺好吃的 你真是想不到 还有茶碗送出来 它会不停地有食物推出的 试试啤梨 又有试试啤梨 试试啤梨也有 是的 我看到那里有 不是 是 车里啤梨 接下来还有橙 老婆还说很甜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喝了咖啡 那会不会进去里面浸泉 也有这些小食呢 不知道 我想看不然那些人会怎么走出来 这样的吗 哇 那个 西瓜甜不太多 就到了女儿立功了 不过我已经非常饱了 我帮你吃这个红丝涌 也不知道算不算红丝涌 就是这个 一层层又挺漂亮的 还挺好吃的 至于这些 未吃我已经知道什么味道 不吃 那我吃完这个 我都给你的了 蛤 一块的黑色 这样的吗 那我吃过心 因为它这些 今早早我们说 它会黏着舌头的 磕仔糕 就是类似这种 是的 今早的磕仔糕 用很漂亮的粉做的 不会黏的 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 嗯 不过呢 刚刚蒸起来 就还好 不是黏得很厉害 这个好吃 这个也不错 是的 里面有一些杞子 这些包 很鸡饮啊 嗯 接着还有一个饼 让我试一下一个饼 嗯 嗯 老婆饼 吃个芝麻糕 老婆饼 里面究竟有没有老婆呢 当然没有 很香 红豆沙 哇 芝麻糕挺香啊 嗯 芝麻糕很香 嗯 嗯 很香芝麻味 就是说这种 咸咸咸咸的东西 我吃完这种 很少老婆饼 应该是红豆饼 基本上我们都看过了吃什么 再有我都吃不下 没有必须再吃 那样 嗯 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可能上酒店房间 轻轻坐一坐 最迟 四点半 最迟我说是 就去浸温泉 一直浸浸浸 浸到想走为止 8点9点 这样 你必须吃啊今晚 是的 肯定好到我呢 我经常找到很多地方吃东西 嗯 今晚而已 是啊 嗯 但是 可能不太好 但是因为吃得太多 还有 浸完温泉 匆匆就去吃饭又好像不太好 就去浸完温泉就回房了 吃饱了 不吃这个还不吃这个 128元 双人套餐 白饭两碗 蔬菜二选一 还有鱼和鉗鱼 闻穿 乳味鵝 好像有挺好的 我们就周围走一走 走一走 再去浸温泉 挺开心的 虽然 虽然那些食物 不是很精彩很精彩 哇 呃 呃 但是 小朋友吃得很开心 我们看得出 这小朋友很开心 我是住温泉区 贵宾通道 是否有个通道可以过去浸温泉呢 是这样的吧 一路走一路走 有指引的吧 来到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 这个就是入口 我们拿着房卡 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泊进去 这样的吧 挺好的 嗯 我们是可以在酒店房间换好衣服 换好衣服 来到这里才浸温泉 都可以的 有温泉池的 前面你们的肥弟弟浸得挺高兴的 我肩膀打出来都不敢冻 应该是很温暖的 正啊 你看那个肥弟弟 是否热的 摸一下 热 热吗 但是它没有烟的 我看见 他在这里说的 什么 哦 小心烫伤 不要弄糟人家的地方 是否热呢 之外呢 他们还有山姜茶 这里有山姜茶 吹 你浸到山姜热了就不觉了 过去这里看看 有写的室外水寮区 它应该有很多室内的 崖泊池 都是那些 还写着天体浴这么刺激 不是吧 那里写着 应该是理解错语字眼的 天体浴就是全部衣服在这里洗澡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应该是没有可能的 赤板床还有 这个最好 有很多人的 大家看看 只不过我们看到有人 我们尽量避开一些镜头 例如好像这几棵树 没有过之后 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池 这样 就挺有私隐的 挺好的 每一个很多池 都是小小过小小过的那种 还有都够干净的 那些卫生 人员又会很及时地清素 有少少像上池 中间这些还经常在这儿搞卫生 我正在说 因为它是很怕冷的 它很怕那种浸完之后 身濕在这儿走来走去 一阵风吹过来 整个人就醒了 它就说每个池与池之间间距很大 就是这样 但是就够多那些池 还有够私隐 你来远完全看不到 比如正前方 是否一个温泉池 是不私隐 这些相機的厚 Point 的酒裏 是否一个香 就是一个池 是吗 吃饱度不要沾住 有空的 稍后再 personal 看看 饱饱 要用慢点 等别人去吃饱 是很久 没有的 但不知在哪里 老婆说没有洗澡 那些池很小 一个个小池 老婆在说 去过这么多池 最刺激就是上次 殷平 你有没有去殷平 殷平是谁 只有我和你去 他有没有去 他好像没有去 他考试 这里没有人 跟大家来看看 石板床 就是这样热的 躺在上面的 摸一下是热的 现在睡你不换衣服 可以睡吗 好像面前这里 又有一个池 鸳鸯情侣池 这么过瘾 35度又不是很热 其实现在的天气 其实接受到 只不过我现在不浸 我还没换衣服 水很舒服 很好 真的挺舒服的 水摸下去 很过瘾 然后这里还有两张椅子 让你浸过温泉 然后就在这里摊休息一下 这里最值钱就是 上面那些酒店 它应该是最初 因为这个发展商 它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明白吗 这是一个房地产公司 对了 对了 印瓶那个是 浸温泉的 这里就有很多项目的 我就不知道了 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 穿得齐齐整整进来 参观一下 走租客就可以这样做的 对了 然后这里过去就是别墅 上边那些 不过它们上边也有 私人温泉 应该不用来这里浸 我不知道 我来到这个区域 很少人 每一个池都没有什么人的 但是有些池的温度就会比较低 有些呢 就 今天的天气 接受到了 比如这个 40度 这个叫6茶匙 正啊 这些温度刚刚好 现在这些天气浸 又不像鲜头那个 很多颜色的池 那么多 颜色那么深 这里呢 又刚刚好温度 挺好 至于我呢 只敢将脚 和大腿 浸下去 身都不够胆 它这个颜色是很有趣的 叫西 应该是这样读的 至于它们两个 已经去了第二个池 我们想找回没什么人的池 我在这里浸一浸 浸完之后呢 再去第二个池 接下来我们又换了一个池 这个43度 没有人的 这个是什么池呢 不知道 总之没有人就可以了 还有呢 左上角大家看到有个塔 有灯的 浸一下吧 我们浸完温泉 突然间觉肚饿 浸完这个app 真是厉害 我是 差不多8点钟落单 商家就已经送了来 这些懒人必备 至于抵不抵吃是商家的问题 不关美团事的 炒米粉20元 鸡中翼12元 鸡泉翼20元 烤茄子12元 女儿一定要叫这个熟米 辣度呢 我们选了不辣的 8元一支可乐 这支其实价钱又合理 很大支可乐 平时很多这些都要买4-5元 现在我们来美食开箱 先看 首先这个应该是茄子 茄子是多少钱 茄子是12元 这个就是最贵的炒米粉 装到整个盒满了 这里是20元的 炒米粉低色 是的 炒米粉好色 本来想还要叫它粥 不要要粥 因为我怕太辣 最近肉食动物 吃得肉多 所以就不要叫那么多 是的 鸡中翼、鸡泉翼都有了 要了70多元 是的 所有加上70多元 那它是要再加多 4元半配送费的 不是叫配送费 它是叫做 打包费 这样 说一下我刚才浸温泉 或者是房间的体验 明天早上讲 洗澡房是很舒服的 那个花沙是很厉害的 不过我们刚才浸温泉 为什么不可以说是叉 是很热的 很热 43度 有个46度 46度我们不可能 我们最后选了39、40度 那些很舒服 大家先下视频也看到了 很棒 但是如果 纯说到浸温泉 不是我们去过 这一年里去过最好的 国有千秋 你为什么会给三只碗 还有 是我叫的 是的 我说要三分钟 还有 始终现在是差不多 过年和同学放假 价钱肯定会比较贵 这个也是合理的 我已经开始饿了 其实我们应该坐出阳台吃的 不过 怕冷 还是不太辣 又有灯 但是始终也不会够房间光的 在房间吃 还有外边有人唱卡拉OK 我是很喜欢吃炒米粉 吃饿的时候又会饱 来到一香 你又想吃 我们来到 吃了一个咸茶餐 幸好我们吃了饱酸 如果想着 靠它饱吐就不错 它虽然说是自造 因为它像干蒸烧米 所以明早自造早餐是怎样 真是不知道 它没有写西式 它可能是 今天看到的东西 不足够 不足够 不值 其实那个 五十多元 那个下午茶 浪购买五十多元 吃了几 没有怎么吃的 所以我们很抗拒民宿 但是 马后怕这样说 现在这样说 似乎民宿太业 暂时 到现时为止 最怕民宿没有床 是的 没有服务 没有服务 在这里 比如说 这间房间 我们多了个人 我们要他要个牙膏 没问题 很快就送他 即使我想我要了一张皮也行 但是你去民宿 可能屋主在 在湖南 在长沙 他怎样送他 不可能 自己买 民宿就在这里不好 那就当然便宜点 吃一点点 这个不贵 其实按道理 这些旅游区里面的 烧烤当 它是可以很贵的 正常 我们就 今天的影片 先到这里为止 总体来说 都是好玩的 贵是因为放假的原因 如果到闲逸 这里也不是很贵的 不是不是 你如果不吃他的祖 住在祖 就会 你就可以了 究竟是否真的 这么划算 值不值得呢 明天一早睡醒 大家就知道 我们去台山 另外那边 我看过的价钱是四百多而已 一间房 这里是六百多而已 已经贵了两百元了 然后呢 加一个人呢 在台山 另外是什么康桥 上次那些 好像加一百元左右而已 那来到五百多元 已经是三个人了 我记得 但是这里呢 加他呢 要三百元 嗯 没有床的嘛 贵是贵在那个 自助组八十八元 嗯 还有下午茶五十八元 嗯 因为要大家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